今天说一下很多人期待已久的绣球的用肥 那么绣球的关于其他东西我就不说了 其他东西就我们去搜索 播放列表里面或者直接去找绣球专场 那么用肥其实以前也都零零散散都说过 但是今天把它集中起来 把它作为一个金龟子爬我腿上 还拉了抛死在我腿上 说下去没关系 就是绣球的用肥整个系统的说一下 很多的北方的花油 确实是你如果高弹吹晚了 会有一个结果的 我也要说一下会有个后果 然后绣球不开花 其实我今天不是我今天要说的范围 绣球不开花你别乱修剪就行了 那么去看绣球专场里面的视频就行了 然后绣球怎么样用肥 其实绣球你如果不乱修剪的情况下 你不用像我那个给月季那样每个礼拜撒那个通用型的水龙肥都不用撒 就开春的时候撒个两三次就够了 就就后面开花了或者有花苞了看到了你就停肥了就不用撒了 或者说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用缓似肥用中和型的弹磷甲微量元素都有的缓似肥 甚至绣球还有专用的那种调色的缓似肥 但那种你突然间反悔了 你想换成另外一个颜色 那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缓似肥释放的很缓慢 一次用了以后你那个颜色就是好几年 能管好几年 当然你特别喜欢如果像颜色维持的久 那用那种调颜色的缓似肥也是很好的 就普通的美国的五金店里都有的 自己去找找 而且不会英文没关系 看那个图片你就能看懂的那包缓似肥 因为红的它就画着红色 蓝的它就画着蓝色 当然这种大型蜘蛛 我们在调色的时候 要用量很多的很浪费的 像我这个就是调色失败品 看中间有几个是纸一点的 后来我就放弃了 我就没调它了 其实我的颜色没有那种执念 我就是让它希望它有点变化 这样子有点变化就行了 所以那个肥用了以后 当然你那个缓似的调色的缓似肥用了 或者是其他的不调色的缓似肥用了 那你开春能不能用水龙肥呢 可以用的 开春用一下 然后枝条卵我说一下 枝条卵不是你用肥的错 枝条卵是很多品种本身的一些弊端 就像我这颗白色的 我搞清楚了 这颗是无尽下新娘 它有点运成红色 然后也特别怕胶 这个都不是肥的问题 然后它倒伏 倒伏也不是肥的问题 不是说你弹用高了就倒伏了 怎么样 你不用 它只要达到开花的程度 它的枝条就是要达到那个长度才开花 我一直强调 绣球就是你枝条的成熟度到了 它必然开花的 然后和它的物理结构有关 新娘它的物理结构是什么 它一个大花球太大了 是吧 那是它的优点 那你真不喜欢可以拿绳子捆一下 因为绣球洗阴的东西 你捆在一起 你不用担心它的光合作用 什么的 你种几点或者说都没问题的 所以绣球很多人问我要怎么种 我说你种密一点 这种密一点其实它的质地性互相 它有一个帮扶作用 互相顶一顶 所以我这颗新娘的外围 我就准备种一颗魔幻系列的 质地性更强的 把它种在外面 顶住它 而且魔幻系列也相对大花修球里面 就这种普通修球里面 最耐晒的一款了 我觉得也是 我里面有 我挖出来种就行 然后就这种修球 你要用肥用到什么程度 我说北方会有问题呢 就是你还在开花 已经在开花了 因为修球就这么一波花 能够维持一直维持到冬天 它的残花我都说很美 是吧 它慢慢变老就变绿了 到后面变残掉 甚至绿了以后就可以剪下来 直接倒挂着做干花 那么你在这样开花的时候 再继续用水龙肥 氮肥 高氮去吹 会导致它的新的 就是明明是明年应该开的花 那些枝条 那些芽点串出来 那么导致什么 你那些芽点太嫩了 串出来北方 南方不要紧了 你随它 是吧 秋天该开开 冬天该开开 也开极朵的 我们知道 但是北方不行 北方你太嫩的枝条 你过冬保护 保护下你都不一定能过冬 不保护肯定过不了冬 然后就是白搭 一查全部冻死 冻死明年重新来 是吧 那我是说 你冻死的强茧的北方的观众 开吹 马上高弹去吹 马上 一旦出花包了就停飞 那么你就会今年这波花还不错 是吧 也能吹出来的 虽然比不减的会晚一点 但是也能看到花 但是你那样子 整体的你的枝条的老嫩程度 肯定和那种 不用吹 直接能开花的绣球比 肯定是嫩一些的 那么你过冬保护更需要 肯定要过冬保护的 是吧 这就是绣球用肥的 整个一个系统性的介绍 那么绣球用肥 其实我后来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 就是我给月季施肥的时候 每次都给他们施 我里面有几个植株 特别是小植株 我就发现它满是花包的时候 它里面在串新的枝 但新的枝是不开花的 它要到了秋冬天再开 或者到明年才开的那种枝条 就串上来了 那种枝条 我洛杉矶是无所谓的 甚至到相对 就是零下个四五度的地方 就像江浙户这些 或者说用美国的地理来比的话 就是俄勒冈 再往北 是吧 我就往西海岸 东海岸我都不是很了解 或者说到温哥华 温哥华都没事 我觉得 但是多伦多肯定有事 多伦多肯定有事 所以这就是绣球用肥的一个整体概念 整体概念就是你要考虑它的 何时开花 开花后你又继续吹 就会有一个后果 那么这个后果在南方问题不大 这就是我的总结 那么南方你想怎么用 随便你怎么用 你只要有时间你用去好了 没关系的 小苗嘛 长快一点 那北方呢 就是老老实实按照我说的 有讲究的 所以很多人说北方秀求难重 用肥用多了也不好 不用肥也不好 是吧 冻死也没花 剪掉也没花 就是这个原因 好 中华洋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